上飲食堂 歡迎來到上飲食堂 我是店長賢忠 那聽說你想要做玉子燒 那我趁今天沒有客人的時候 做一次給你看囉 我們這邊準備五顆蛋 那我們把它打在一起攪拌均勻 兩匙的柴魚汁 一匙的米酒 一匙的味醂 這個鹽巴的話是那種小小的半匙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把它攪拌均勻一次 我們這邊開中火就可以了 油可以加的比平常再多一點點 等一下再煎起來的時候會比較滑嫩 分成三次喔 這時候呢可以攪拌它 讓它的快速凝固 然後如果有泡泡的話呢 一定要把泡泡戳掉 戳破 上面會有不平整的紋路 等這個蛋呢稍微凝固的時候 趕緊下這個起司啦 平均在這個蛋上面 這時候呢可以開始把它捲起來了 很漂亮的金黃色 這個時候呢我們把玉子燒第一層的部分 推到前面去 倒入第二次的蛋汁 流入第一層的下方 稍微把第一層抬起來 這樣它們兩個呢才可以交織在一起啦 好的差不多第二層也要凝固了 就可以再捲了 哇 金黃色 好我們一樣把第二層推到前面去 倒入最後一次蛋汁 我們這邊一樣就是把它凝固 平整的鋪平 快要凝固的時候 我們可以轉小火 然後又可以開始捲了 嗯 嗯 嗯